Sora是如何实现如此颠覆性的能力的呢? 这就不得不提到其背后的两项核心技术突破 Space Time Patch 时空 Patch 技术和Diffusion Transformer DIT或扩散型Transformer架构 通过这两项技术的原作论文发现 时空 Patch的技术论文 实际上是由谷歌Deep Mind的科学家们 于2023年7月发表的 DIT架构技术论文的一作 则是Sora团队领导者之一William Peebles 但戏剧性的是 这篇论文曾在2023年的计算机视觉会议上 因缺少创新性而遭到拒绝 仅仅一年之后 就成为Sora的核心理论之一 如今Sora团队毫无疑问 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受关注的技术团队 记者查询OpenAI官网发现 Sora团队由Peebles等三人领导 核心成员包括12人 其中有多位华人 这支团队十分年轻 成立时间还尚未超过一年 主要由三位博士生主导 1.Tim Brooks 也是Dolly Sun的作者 去年1月刚从加州大学 伯克利分校博士毕业 2.William Peebles 与Tim师出同门 晚毕业4个月 曾和谢赛宁合作发表了Date模型 首次将Transformer与扩散模型结合到了一起 3.Editor Romesh OpenAI的老人 曾主导了三代Dolly的研究 三个版本的论文当中 他都是共同一作 在华人成员中 据媒体报道 Li Jing是Dolly Sun的共同一作 2014年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 2019年获得MIT物理学博士学位 于2022年加入OpenAI ReadyOne则是今年1月 刚刚从Meta跳槽到OpenAI 其余华人员工 包括UFGO等 尚未有太多公开资料介绍 BENAI BENAI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